耶利米书第十一章 耶和华有话临到耶利米说 你要告诉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军民 你们要听从这约的话 你要对他们说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 不听从这约的话的必受咒诅 这约就是我把你们的列祖从埃及地 从铁卢那里领出来的那天所吩咐他们的 说 你们要听从我的话 照着我吩咐你们的一切话去行 这样你们就做我的子民 我也做你们的神 我好履行向你们列祖所起的事 就是把流奶与蜜之地赐给他们 好像今天一样 于是我回答说 耶和华 阿们 耶和华又对我说 你要在犹大各城中和耶路撒冷的节道上 宣告这一切话说 你们要听从 遵行这约的话 因为自从我领你们的列祖出埃及地那天 我已郑重警告他们 直到今日 我仍不断警告他们说 你们要听从我的话 他们却不听从 毫不留心 个人随从自己顽梗的恶心行事 所以 我使这约中一切咒诅的话 临到他们身上 我曾吩咐他们遵行这约 他们却不遵行 耶和华又对我说 在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中间 有背叛的阴谋 他们回到他们祖先所犯的罪孽中 他们的祖先不肯听从我的话 却随从侍奉别的神 以色列家和犹大家都违反了 我和他们列祖所立的约 因此耶和华这样说 看哪 我必是灾祸临到他们身上 是他们不能逃脱的 他们虽然向我哀求 我必不听他们 那时 犹大各城的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 都必去哀求他们烧香供奉的神 只是在他们遭难的时候 这些神却完全不能拯救他们 犹大 你的城有多少 你的神也有多少 耶路撒冷的街道有多少 你为那可耻的巴黎 所设立烧香的祭坛也有多少 至于你 不要为这人民祈祷 不要为他们呼求祷告 因为他们遭难向我呼求的时候 我必不听他们 我所爱的既然行了罪大恶极的事 还有什么资格在我的店里呢 难道祭肉可以消除你的灾祸 使你得着欢乐吗 耶和华曾称你的名字为 壮丽 多结莓果的青橄榄树 现在他必借风暴雷轰 把它燃点起来 他的枝子也都折断 那栽种你的万军之耶和华 已经宣布降灾攻击你 是因以色列家和犹大家 自己所行的恶 他们向巴黎烧香 惹我发怒 耶和华把他们的阴谋指示我 我就知道了 那时你把他们所行的 给我指名 至于我 我却像一只寻粮的羊羔 被迁到屠宰之地 我并不知道他们设计谋害我 他们说 我们来把这树和果子都毁灭吧 把它从活人之地剪除 使他的名不再被人记念 但万军之耶和华 你是凭公益审判人 试验人肺腑和心肠的 求你让我看见 你在他们身上施行的报复 因为我已经把我的案件 向你成名了 因此 耶和华指责那些亚拿图人 他们寻所你命 向你恐吓说 不要奉耶和华的名说预言 免得你死在我们手中 万军之耶和华这样说 看哪 我要惩罚他们 他们的年轻人 必死在刀下 他们的儿女 必因饥荒而死 他们中间必没有余生的 因为在惩罚他们的年日 我必使灾祸临到他们身上 我必须要求你